第三章 第三幕 长亭外 朱亭中 雪白衣上的男子竟然抚琴 阳光罢名罢案 洒进亭中 他的白衣依然亮得耀眼 或许是周围无人的缘故 他的眉眼间有股淡淡流转的忧伤 低碗的琴声将池塘中的水 荡漾的白转千回 忽然 指尖一条轻悦的高音蹦出 像一声惊喜的轻轰 雪笑颜如花 硬得亭子似乎金碧辉煌了起来 他对长廊上那个呆呆出神的红衣小姑娘招招手 丫头 来呀 来 如格曼吞吞地走过去 在石凳上坐下 有什么事吗 雪瞅着他笑 见到战风了 如格瞪他 我告诉过你他的名字吗 他是否惹你生气了 不要到处打听我的事情 雪又不是神险 肯定是多问西问问出来的 我可以教你一些技巧 如格趴在石桌上 心情沮丧 不想说话 使你下一次亲吻战风的时候 令他如痴如醉 魂不守舍 如格刷地抬起脑袋 绝对不会再说你 但而无畏 天哪 如格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他指着雪的鼻子控诉他 你跟踪我 雪握住如格的手指 飞快地凑到唇边 啄一下 撑道 冤枉啊 人家在这里谈了一下午情 哪里跟踪你了 也对 以战风和如格的功力 如果当时周围有人 不可能察觉不出 那么你 你怎么知道我和战风 如格脸儿微红 说不下去 雪笑如百花静开 你的嘴唇红艳雨滴 还肿了那么一些 一看就明白了 如格猛地捂住嘴巴 低下头 雪转到他的身前 席地坐下来 仰望他忧伤的小脸 轻声道 喂 丫头 如此不开心 索性不要他算了 如格正住 半小 他苦笑 我们曾经很快乐过 你知道那种 彼此将对方放在心上 一笑一怒 都牵肠挂肚的感觉吗 日子仿佛过得极慢 又仿佛过得极快 一切都是甜蜜而幸福的 我能触到他的心 我能感觉到 他的每个呼吸 雪的笑容 慢慢逝去 如格咬了下嘴唇 可是两年前 他突然将他的心藏了起来 不让我去碰 他还将一个轻力的 像鹿猪一般的女孩子 带回庄里 给他宠爱与怜惜 于是 我变成了烈火山庄 所有人同情的对象 唇上有清白的隐痕 如格笑 我一百次 一千次的想 不要他算了 我应该是骄傲自豪的烈如格 纠缠一个不再喜欢我的人 把我的心交给一个 不再爱我的人去见他 我恨不得将自己撕成碎片 可是 如格的眼中 突然迸射出逼人的亮光 整个人像被烈火燃烧 我却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的心 他喜欢我 无论他做了什么 我都知道他喜欢我 应该是有什么原因 让他这样痛苦 我不晓得 但我知道 我不可以放开在地狱中的他 我不想把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扔掉 哪怕用再多的气力 我也要把他挽回来 薛风姿绰越地坐在冰冷的石地上 晶莹的手指拖住优美的下巴 像最深沉夜色中一朵柔美的白花 他轻叹 想要挽回一段感情 比放弃他 又难上百倍 如格长吸口气道 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试一试 所以 你去了品花楼 很傻对不对 如格笑得不好意思 我想品花楼是天下最出名的青楼 那里应该有很多得到男人的办法 可惜 你失望了 是 如格苦笑 姑娘们花样百出 但我觉得那要虚伪做作 于是 你选择了自己的方式 雪 滴雨如瓦西 直接捧出你的心 如格身子一颤 很直接 却最容易受到伤害 这是雪的评语 你在赌 雪凝是如格的眼睛 如果他爱你 他不会忍心伤害你 如果他伤害你 他就不再爱你 如格默默看着雪 脸色苍白 如果你确信他不再爱你了 你会怎么办 雪轻如的笑吻 一如寒冬辣梅花瓣上的雪 如格闭上眼睛 我会将他自我的心上挖去 我会将其他心上挖去